软软 那首歌是你唱的吗 对不起啊 齐珊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会对白露 造成什么影响吗 白露那边倒是没什么 只需要他工作室 发个声明就可以了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他的那些粉丝会来伤害你 我倒是没关系 等这件事情热度下去了 过几天就好了 毕竟他们也不会跟我这种 一百零八线的配音演员 做对吧 是吧 没事了 一切都有我在 嗯 那 你不生我气了 我没有生你气 像这种活儿 你不应该接的 嗯 像白露这种爱豆粉丝 都比较年轻 也比较容易冲动 所以我很担心你 不好了 公司门口来了很多白露的粉丝 纸明要接你 走 我先送你回家 好 阳指 公开车表达你 哎 出租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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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全速往前开 齐渣 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们现在去哪儿 找白露 不好意思阮小姐 我们也没想到粉丝会去你公司那边闹 你有没有受伤啊 阮小姐也是和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 只是露露最近风头大好 自然会有人找点黑她 只是没想到会那么极端 我代表露露和粉丝向你道歉 既然林姐都这么说了 我想你们公司一定有相关的公关计划了 对吧 当然了 不过 这还需要阮小姐的配合 一千万 我们买断你的声音 一千万 他们真的欺人太甚了 有钱了不起啊 还想买断我的声音 他们怎么不去垄断整个行业呢 明天我就去找他们老总 让他们集体道歉 不管你开不开心 我都会一直在你的身边 有你真好 你们现在的行为 已经严重妨碍到工作室的正常工作 如果再不走 我们报警了 我帮你拿吧 嗯 嗯 什么如玉 喂 如玉 霞子 你还没出门吧 公司门口都是白鹿的粉丝 你今天不要来了 我怕他们伤害到你 好了 先挂了 嗯 还嗯 我红可以再休息一下 他们红尾 我会并不兇 过去 妈 是 感谢观看 你还是别上去 什么情况 上面一塌糊涂 那个严正宇都已经报警了 我到的时候 保安刚把那群粉丝轰走 那就好 看来我得再去白鹿那边一趟了 我跟你一起去 正好我跟他们公司 有业务上的网 人质怎么样了 逃逃去陪他了 让他休息了点 我先去拿我的车 我看你状态也不好 还是坐我车 好 你别急 现在急也没用 现在十一分钟都不能耽耽 必须马上解决 你跟阮指说清楚了吗 之前的误会解决了 那李兰公子呢 还没有 为什么 我跟他关系现在很好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他说清楚 奇战 这个事情对于女生来说是一种欺骗 你与其被他发现还不如自己告诉他呢 虽然你的初衷是好事 但是女生会在欺骗这个点上无限放大 你就听我的跟他说清楚吧 先不说这个了 当务之急是帮他解围 对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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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去你家我都没找到你 还好你在这儿 不然我就要报警了我 好了不哭了 不哭了 不哭了 不哭了不哭了 有件事我想了一路 但是我决定还是要跟你说 你看这些ID 伸手挽明月 旧裤子 83567 还有国服橘子皮 这些什么玩意儿的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这么一说 在直播间里面黑我的人 和这些评论里的人是同一批人 对就是这样 我们有理由怀疑 在直播间里面带节奏黑你 还有这次的录音事件 绝对是有人蓄谋已久的计划 所以我们想了想 为了你着想 还是把新回归歌会 推后比较好 好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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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